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因为跟你讲 这杏鲍菇大到 我都觉得好像可以拿来做雅铃 可以练举重 但是你知道吗 因为在这个地理环境 东石乡 它们本身的土壤 缘分很高 气候又热 怎么可能可以找出 这么美的杏鲍菇 虽然很不容易的 因为你知道吗 我们每次到石材的原厂地 都是要碰到有心人 跟这个石材 才会有那么上等的石材 所以我们一定要找 谁要找这个 刮鲍菇的郎 刘总監事 看他问清楚 嗨 先生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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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新加坡 没有看过 那么上等的杏鲍菇 杏鲍菇 大家所知道 应该鲍菇在这边是在山顶 对啊 在山顶 因为温度较冷 是不是较高 但是在我们的地匙照片 是没有人家种药 不过我们很用心的材败 所以要不保抗争 大适当这种犯境 要种药是有困难 是啊 但是既然有信心 我们就要完成我们的日子 哇 真的是有心的人 才可以种出好 不然我们就没有机会吃到 这么大的那种杏鲍菇 对 真的 今天你要好好带我们参观一下 这样的环境 怎么可以栽培出 这么好的杏鲍菇 好不好 好 我们就先给大家 来 杏鲍菇全名又叫做杏仁鲍菇 属豪菇的一种 质地脆嫩有弹性 口感是鲍鱼 还有淡淡的杏仁香味 主要含有丰富的蛋白质 可氨酸 寡糖 和人体必须氨基酸 以及多种的维生素 矿物质 都是我们人体必须的营养成分 营养价值相当高 尤其最重要的是 杏鲍菇热量低 吃多啦也不怕胖哦 这么健康的蔬菜 到底是怎么生产的呢 它来用一些培养剂 培养剂里面是要包裹什么呢 米粉 米泡 豆粉 一些微量原素 营养 对 一些营养 这个薄荷 做培养鲍菇材混合搅拌 搅拌后 用到第二个步骤的生产包的 这个冲天作业 因为这种东西是要办主动的 所以有这些工作人员 在做这个包装 包装后呢 再来要内浸 这个太空包进来就全部要白浸 全部要杀掉 杀掉所以在这个杀浸服里面 要高温准备杀浸六个小时 六个小时后 这个杀浸中 那杀浸才高温高压内浸 最重要的包装 就是这个无存地云的接触 因为生产包装的浸种较弱 所以这个包装到处于感染中 后边很久都没有效果 就会长起来 都不会长起来的 都会长起来 所以在这个 就全风尽气了 对 所以这个无存地云的接触很重要 这个要在无存素 要在地云接触 这个浸种 它连了就开始这个包装 拿到20度 在我们包装里面 我们包装里面 我们包装里面 这个比较正常 这一般的管理就可以了 我们这个 我们吃得好 我们就 上来我们本位 来这出国还是来这保佣 东四乡农会为了杏鲍菇 打造一个无农药 无污染 熬纯水的生长环境 坚持以健康 安全 营养的生产事业 咱们杏鲍菇达人刘大哥 从小就对农业非常地有兴趣 而且把干净 学与致用创新农业研发 将现代生产技术 生物科技 经营管理 行销服务 投入推动农业转型 不但利用旧式仓库 改建成温控式环境 增加生产规模 并期待未来能够将 栽培技术转移农民 提高经济效益 达到一乡一特产 发展再低农业 所以东四乡信包过的名气 可是全台吓吓叫呢 接下来啊 我们赶紧跟着走进 现代科技的管控工厂 你看 好像音乐 对啊 那音乐好多哦 我们在这边有做到 开始 开始吗 我们这个生物部的栽培 给它做一个補充 对吗 我们进来的温度15度 对 二氧化碳3000ppm以内 3000ppm以内 二氧化碳也要控制 二氧化碳要控制 不控制的话 这个菇帽就要太大了 这种是我们最重要的 特别是什么呢 那个 这个 对 因为我们的煮来水 我们的煮来水 我们在干嘛 我们的煮来水经过 熬逆渗透处理过 经过浸水处理 对 熬逆渗透处理过 我们再用超音波浸荡器 把浸荡器转移转 这样 开边这个颗粒最少 把它钓到这些菇帽 这样的品质 也会黑一点 它会黑一点点 一点点 所以你看 我们整个房间是这样的 我们这棵里面有1万800ppm 这样就有 1万800ppm 这样大概几瓶 这边大概几瓶 25瓶左右 25瓶就1万800ppm 这瓶很奇怪哦 辣子长 辣子长 这是这样的 因为这12天而已 我们这净包接种以后 经过20天的培养 净湿全部走完就变成白色的 整包都白色 就里面全部都净湿 然后净湿以后 到我们这边 差不多经过5至8天 然后把这个棉花拿掉 把棉花拿掉 这个把它剪开 这个塑胶带拿掉 拿起来 可是要拉到什么程度才可以采修 到什么程度 像这样就可以采修 这菇帽 像刚还没有散开以前 就可以 这菇帽 不要给它散开开 散开开就老化 老化 咦 有没有发现啊 无论杏鲍菇的大小 刘大哥在讲解的同时 脸上还露出 慈祥的不爱呢 把这些杏鲍菇 当成自己的小孩班 用心的呵护呢 你看你看 咱们的寻宝队长 KC步步 正在努力巡视每一株杏鲍菇生长的状况 找寻最大最饱满的杏鲍菇 可要判断清楚哦 别踩错啊 看到这个菇会好顺 对 真的舍不得 不知道从哪里开始要把它拌起来 你不可以拆哦 对 像这样解释后就整个把它拔起来 然后这样握好 这样转过来 要握它的身体了 这样就很好了 那我就整个这样 这个不要一根一根搭吧 不用 就这样整个 这样就好了 我这个比较高难度 大到大 不要搭 标识 很坚持 所以很密合 对啊 我们这里要看 因为我们这个盆控里面的温度都保持这样 所以它的成长就是说很稳定 那因为像这个 直接拿大的小的继续给它长不可以吗 不可以 因为我们在盆盆之后 它把这个殖屎体脱离掉也会死 因为它没有公益的养分 这样所以今天要洗鸡 我们一起留着也是死的 那接下来这样采收了要到哪里了 然后就到那个工作室那边去分级包装 包装以后 就马上放入两个仓库 第三到五度 西约的那两个仓库把它保存起来 材费才会给消费者的 现在我们就来去看怎么分级了 好 OK 原来每位可口的杏鸡菇 送到消费者手前 都需要经过一般拉拔长大的栽质过程 而且在进行另一个培植循环时 必须先清除采收完的菌包 经一周清洗 消毒 杀菌 以及进空缓充后 才可以继续培植哦 哇 看完所有杏鸡菇培育的过程 发现真的每一个步骤都不能拉护 这很浪贡的耶 我们采收回来之后 起码这部分也很重要 对对对 到底要怎么样去 你们是怎么做分级 好 这采收回来的话 我们先把这个木材 它经历 把它刮掉 把它刮掉 好 来好 来 来 这桌子要把它刮掉 刮开 小杰是有刮开 这样刮开 这样起来 这样是不太漂亮的 对对对对 这就比它更加的 这样的就是算把它分级是最好的 算上级的 对 那如果这些 好 来 现在再刮开 这样刮开 等一下是等待着就好吗 不然 这都是钱耶 这都是黄金的 等待着 对对 刮开 我们买回去之后呢 我们要让它保持一样漂亮 除了放冷叉 还可以避免它不会受损 我们一般买的 我們這個菜市場 我們一定隨於上義的餅長庫 放在三桌至五桌中間 餅長你們來購買中間 我們就用債食店 餅長車給你們送到你們家 你們家現在放到餅長 如果家室要來料理的時候 你會一隻一隻拿出來 看那白泡泡又Q彈的杏鮑菇 真的好想把它咬一口啊 所以啊 在選購杏鮑菇時要記得 菇餅一定要粗大 外觀成乳白色 摸起來硬硬又彈性的才好吃喔 而且啊更要注意的是 菇傘的皺摺裡 如果有黑黑的包子 那最好不要買 因為啊表示它已經太過成熟了 欸欸 別小看這件杏鮑菇 在養尊儲優的環境下生長 它可是既營養又健康的養生食材呢 而且啊 在環控工廠的設備下 就連最後的一個步驟 對肥也不能馬虎喔 哇爹爹啊 我們剛剛才從15度的育嬰房 香菇寺出來 對 怎麼現在來到這個地方太陽那麼大 這樣立頭刺了什麼 要創什麼啦 對啊 對啊 幹嘛要來這種地方 你們這裡吃了人不知道 就立頭刺了 喔 立頭刺了 立頭刺了 總幹事這邊是要幹嘛 對 做日光律喔 好 來 這個 不知道喔 就是我們那個 杏鮑菇採收好 啊 現在像那個灰激包喔 啊 他帶來送農民 農民來這裡做堆肥料喔 他去種有機食材 哇 還可以回收種菜啊 對 才不會造成環境的污染 哎呦呦 這位劉大哥啊 真是給他有個環保的啦 不但是杏鮑菇達人 還是個不折不扣的環保小煎兵呢 不過啊 話說回來 可別小看這些墓穴唷 墓穴裡的養分啊 可都不是蓋的呢 因為啊 他是農民們 栽種時最天然的有機肥料唷 哇 你們真的很棒耶 很免費送給農民來種菜 不過說到種菜 最主要爹地啊 我們的時間又到了 哇 我們要來做在地料理 我們只要用你的大大的杏鮑菇 來鎖住它的營養 可是你要等一下要有耐心喔 才有好吃的菇可以吃喔 好嗎 現在就去煮菜了 Let's go 哇 爹爹你看 今天在我們的背後呢 是在東石鄉到處很容易看到的餘溫 前面呢就是古老的宅院 但是呢每次看到東石鄉的報導 大家都會想到是假蚵啊 假海鮮 對 但是呢 但是呢現在最有名的 是 是 嘉義東石鄉的杏鮑菇 對 OK 你看 哇 那麼大的杏鮑菇喔 對 那麼高檔的食材 我們到底今天要怎麼做這個料理呢 會比較能鎖住它的那個細嫩 脆又Q 又細又嫩又Q 很矛盾耶 但是我真的知道喔 看到今天這個喔 他們經過農會這樣的一個用心栽培改良啊 對 每一顆杏鮑菇都好寶貝喔 對 我們先不要講它多寶貝 我們要先下鍋來就地新鮮煮 對 OK 那很多人如果說我們今天要做這個料理喔 是整條去烤 然後做有點和風味那個柴魚燒 柴燒是嗎 可是很多人會想說可能要紅燒 那我們就是大概煎一下就來紅燒 那是錯誤的觀念 那麼Q那麼嫩的這個鮑魚鍋喔 最怕就是把它弄軟了 那就不夠Q了 所以我們要把它煎得快熟 然後呢我們才來燒它 好 那麼上等的食材 先煎跟半烤的方式 對 再來入味OK 那麼因為那麼上等食材喔 你用太多的醬油來燒 真的吃去它的原味OK 那我們先來噴一下 好 那我們等一下會來教怎麼挑選有沒有 好 我今天挑的是中等而已喔 先賣個關子 對 先煮下去吧 OK 來一點點油就好了 對 我們來一點油 好 OK 那我們這邊呢 就把它整根這樣烤下去 還排座 對 我們不要交錯嗎 要 要交錯 那我們就是一個頭一個尾 這樣把它交錯 哇 這樣就好 對 四口人一人一條 OK 整個喔 千萬不要去切它喔 你切它的這個原味流失 就有點可惜了 那我們給它煎三分鐘 三分鐘我來看時間 對 OK 你看喔 其實我們今天要做的這個杏鮑菇 這樣 這個 只要 因為是因為要整根要 不是要去炒菜用喔 所以最好是選它的這個 都一樣 盡量一樣吃 好 如果我烤四根 那四根 那四根不要說兩根肥兩根薄 大小不一樣 對 那肥的就它的口感不好 然後瘦的呢又過熟了 OK 所以我們挑大概直筒的就好 尤其這杏鮑菇 我們要吃它的那個 像鮑魚的感覺有沒有 對 所以呢 我們千萬不要說 選太瘦的來吃 不能太瘦 不過也不能太瘦 對 除非你炒菜 你這樣子小根的也是品質很好 可是我今天就不會用那麼小根 OK 那這個呢 像這個 傘頂這邊也不要挑太寬 因為我烤的時候會傷到它 哇 這個是重點喔 很多人會覺得說 如果我們要這樣 直接架在鍋子裡面烤的時候 萬一上面這個頭太大 它頂住是烤到這邊 這邊的肚子沒有烤到 That's right OK 那我們也不要去泡水洗 因為這種杏鮑菇 在那種無農藥的空間 無軟空間 無軟空間 那麼乾淨的一個食材 不要泡到水裡面 那你就失去它的原味 我們只要稍微沖洗一下 是 用過濾水潤濕一下就好了 潤濕一下 洗一下 然後瀝乾就好了 那像這個 還有一些棒的地方 你看到我們手上拿這顆杏鮑菇 就是限材的 限材的 那限材呢 這邊上面就要稍微處理一下 就可以 OK 通常這個 這樣處理一下 其實你買好 它已經處理好 那通常他們都會幫你修到很美麗 這邊就是另外一些拿去做其他的 所以它根部的頭 通常會比較硬 那我們適合拿來燒乳比較久的 其實剛剛Kevin有講到一個很重要的重點 就是說 我記得第一次 因為Kevin很喜歡在菜市場去選 選那個新鮮的食材 那我們看到這麼大杏包裹的時候 我們就很驚訝 可是我們有時候在外面餐館吃到 我就覺得說一般都需要紅燒乳到整個 很入味 顏色非常降色很深 對 而且就少了它的鮮 對 因為我覺得這個食材 那麼好的食材 它那個很豐富的這個高蛋白 其實可以提高我們的免疫力 然後它有多種的胺脂酸 OK 然後它其實也可以抗癌 那我們如果說用 如果我覺得女生最愛的是 它是屬於低膽固醇低脂 所以吃這個可以瘦身 對 OK 那我們來看一下 OK 我們這個菇 你看把它煎 我已經聞到淡淡的 杏包菇有一個很特別 它聞起來是它說聽說 有一點杏仁的香味 沒有那麼濃 可是我發現 在我們這種半煎烤的時候 一定要烤到這樣金黃色 OK 很香氣沒有菇的腥味 很像鐵板鮮菇 對 然後不要讓它的一個原味 會流失出來 因為我們要吃到它那個滑滑嫩嫩的 OK 你看很美麗 真的很漂亮 這個像就證明它如果散太高有沒有 比較容易造成它那個 不容易烤到 真的耶 一開鍋蓋像是聞到很濃的杏仁味 出來了 That's right 其實杏包菇 如果你懂得這樣子做柴燒 那個端午節的時候 拿來包粽子 剛剛好 我們每次都滷得剛好和風式的味道 就拿來包粽子 對 那我們今天呢 用杏包菇 我們搭配了煮了一鍋 霧風香米煮的香米飯 等一下 我們其實也不用烤 也不用去煎 就是把它放在上面 就是讓它有那個柴燒的感覺 蜜到你的飯就很香了 對 這樣子就剛好有點像日式的青石頭 That's right 有沒有 對 OK 那我們呢 先把握一下 這個那麼肥的杏包菇 我們要烤三分 三分 大概烤十二分鐘 所以我們休息一下 到魚池一下 看有沒有魚可以去抓一些魚 來配我們的杏包菇 OK 對 聞到香味了 哇 你看 我們就是把這個煎了這個四面的三分鐘 然後我們現在呢 要來燒它 我剛才的意思是說 你一定要把它燒到它快透 燒到你這樣插下去有沒有 我啊 欸 透有它的 不要讓它的水分出來 然後我們現在來加味醂 OK 加醬油 今天我們用來做有點像日式柴燒的方式 對 可是我們不要很多的醬汁 有點醬燒的感覺 對 因為如果你還沒有熟 你就去紅燒有沒有 你要用很多醬油來燒它 它就會太入味 是 失去那個原味 因為它可以看來很多好處 所以我們一定要等快熟 然後我們現在 喔 對不起 沒開始 外面做菜真的好多風 很舒服 OK 那我們就像給它這樣燒一下 給它燒大概兩分鐘就好了 然後呢 我們另外烤這個柴魚 OK 柴魚用鍋子乾烤一下 讓它有點香氣 然後芝麻 然後自己烤的芝麻 對 自己烤的芝麻 那剛才我們應該是加薑 忘記加了 有點可惜 沒關係 是原味的 所以要把它燒進去 把它燒進去 因為這個 這個薑燒了吃很好吃的 在烤那個香菇的時候 你就要燒那個薑 所以這道特色的醬燒 是外面有一點醬油的感覺 但是它裡面 是要吃到香菇本身的一個原汁原味 對 所以我這邊 你等一下吃不會說很鹹 可是它有它的醬油香氣 OK 然後呢我們現在就是給它燒 OK 總共大概兩分鐘 然後我們就給它 我們給它燒再等一下好了 給它燒再等一下 那我們有時呢 可以配一點蔬菜吃 好 那你幫我切一點這個小黃瓜 因為今天我們 給它配飯我們切直的 對 直的它的纖維呢 比較有口感是脆的 對 那如果切橫的就切片狀 那我們就搭配小黃瓜 對 要有厚度的味道 要有一個厚度 對 好 要有厚度跟口感 好 所以有些時候 在這種地方啊 那個三合院啊 那麼美麗的一個風景 吃很素的東西 雖然沒有肉 可是很舒服 也就串 好 燒好 然後用串的 然後串這個 小黃瓜 你也可以串一點這個 番茄 OK 好 這個OK了 好 那我們就把這個 烤好的柴魚 加進來 好 越高檔的食材 越原味 越好吃 OK 那我們就這樣給它燒 哇 這個時候呢可以來一點芝麻的 然後我們來一點那個自己烤的芝麻 烤到它出油 好 好棒嗎 哇 對不對 很棒 然後我們就是來配飯 如果說今天 要讓它入到飯裡面呢 我們要稍微把它切直的 切直的 然後放在上面 讓它燜到裡面去 好嗎 對 來切 好 好 那我們今天教你一種吃法 可能很多人會想到就是說 用那個 切片的 OK 切片的它口感沒有那麼脆 那我們現在 切這個方式 你看 切直條的 就這樣子 哇 真的是 裡面白白嫩嫩的 好美喔 好有水分喔 嗯 它這個口感喔 有一點杏仁味 然後又像鮑魚的感覺 嗯 然後稍微裹一下汁 對 然後呢 我們就把它放在飯上 哇 這樣剛好 我們煮好剛好那個 充滿了米香的那個飯有沒有 上面鋪這個 那個杏鮑菇 然後呢 讓它的汁呢 在蜜道飯裡面這樣 配著吃 漂亮吧 漂亮 而且最主要是它這樣子 尤其我們在今天看到他們 栽培的過程 在現在用最簡單的方式來呈現的時候 那吃一口有沒有 我們會覺得特別有不同的滋味 對 好 這邊呢 切片 來 來 來串它 你看我們切這樣片有沒有 片 OK 這樣子串它 哇 可見呢我們在烤的過程真的是 外酥裡面的汁都沒有流失 對 你看我這邊就是這樣子切 你看 你看 嫩嫩然後QQ的 好像鮑魚你知道嗎 好像上等鮑魚 對好像上等鮑魚 然後我們就這樣配 其實說真的 我們今天一天的行程裡面 特別要感恩 今天我們可以在東石巷吃到這麼棒的杏鮑菇 然後利用它來做這種天然的原味料理 真的要很感謝友人呢 堅持 對 還有這種傻鏡 還有這種傻鏡來做 對 真的有些時候要吃到好的食材 要跟這個食材 真的不要放棄的心 要真的要拔 而且我們今天一整天的行程是 多虧了它的幫忙 讓我們可以看光光所有的流程 還可以採到這麼棒的杏鮑菇 我們要去請它吃了 我們要請你們走更新店夫人吃了 哇 杏鮑菇一直是我很喜歡的一個食材 因為它很符合我們健康烹調的概念 低脂又低膽固存 不過今天我又有了新的感動 一種發自內心的原味的感動 因為我們認識了一對很特別的夫妻 由於他們對栽培杏鮑菇的堅持與努力 也讓我更深的體會到在往後的烹調裡面 不僅可以鎖住健康鎖住營養 也鎖住了許多的感動 因為我們都能夠用心品嘗在人生中 所有的好滋味 你讓你愛令我當你是價錢 有你把雪保養我的香味 將我成愛的滋味 真愛的滋味 你用你愛充滿著我的心 你愛的滋味 你愛的滋味 這是你的滋味 你愛的滋味 我選擇出的 永安那些水 最先的一個人 你選擇 我選擇 甚麼人 你選擇